这几乎是目前市场上颜值最高的多网口小主机 无论是从外观造型还是内部都能看到精致的设计 更吸引我们的是它在迷离主机上首发了双万兆电口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为大家介绍装置英特尔低功耗i3 CPU N305的双万兆电口小主机 硬库R2 Max 照例给大家总结了全部N系列低功耗小主机的配置接口 包括内外接口、功耗、基础性能 N305是低功耗CPU中的最强者 它的TDP功耗是45W 所以英特尔给它加了i3的称号 其实我也没料到如此之快 带有万兆网口的小主机接踵而来 似乎要把今年搞成迷离主机的万兆圆年 目前最流行的低功耗万兆电口芯片 AQC113仅仅只要170元 很有可能明年万兆接口就会全面开花 从多网口小主机延伸到高性能小主机 而马上就要发布的全新Mac mini 会装置2.5G网口还是万兆网口呢 我希望是万兆 那么大家更喜欢小主机装置哪一类的网络接口呢 硬库R2 Max小主机 它装置了英特尔 i3 N305低功耗CPU 8核8线程 321U的英特尔UHD核显 DDR5内存4800MHz 双M.2P3E接口 双屏显示输出 双万兆加双2.5G网卡 万兆开源防火墙和智能网关 这个命名挺好的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了 说明书 我拿到的这块电源好像是国际版的 这块电源12伏4A 一共48W功率 我们把小主机拿到手上 银白色全金属机身 非常漂亮 也非常沉重 顶部散热隔山里 有两个隐藏的小红扇 左下角是R2 Max的产品标志 机身接口 前面板 双USB3.2A口 电源开关键 侧面板 TF卡插槽 后面板 双AQC113 10G电口 双Intel 226 缸位 2.5G网口 HDMI 2.0接口 全功能Type-C接口 12伏电源接口 整个小主机 四面都是铝合金金属的整体框架 被动散热 只有两个小控扇在做主动散热 取下两颗底部盖板螺丝 取下两个后盖 就能看到内部接口 非常方便 单DDR5内存 4800MHz 两组M.2 PCIe接口 一组安装了2242的SSD 另一组控制 这两块SSD共享一个PCIe 3.0X1的通道 BIOS里我们能看到PL1和PL2 设置的是35W 看来是对散热很自信 放开了跑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一条直线 跑在了接近25W 整机功耗43W左右 CPU平均有效频率3GHz 我们一直单烤了1小时01分钟 CPU功耗保持在25W 时温29度 CPU最高温度75度 SSD最高温度68度 CPUZ多线程2724.4 单线程418.5 多线程成绩在N系列低功耗小组集中 名列前茅 GECBENG5多核50146 单核1104 多核成绩保持在第一梯队 GECBENG6多核5142 单核1336 多核成绩仍然是接近最好 CELIBENG223多核5985 单核1015 多核成绩登顶 PASSMARK多线程 11568 单线程2312 多线程成绩在表里的N305 名列第一 综合上面的比较 硬库R2MAX的N305小组机 25W的性能释放 是所有N系列低功耗小组机中 数一数二的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 512380 CPU得分 275420 我们还给N305 运行的OpenW测试 AES 618920 XX20 323881 Chromemark 25867 Chromemark 超过了20万分 而且登顶所有N系列小组机制的第一名 HDMI接口 能够输出4K60Hz8位RGB非压缩信号 Type-S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144Hz8bitRGB非压缩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Type-C接口能够支持4K160Hz的8位RGB非压缩信号输出 索利OLED电视 连接HDMI线来 能够输出4K60Hz8位RGB的非压缩信号 接着我们看看英特尔UHD核显的相对强项 视频解码 它最高能硬解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8K60帧AV1视频流畅播放 硬盘测试 M.2 PCIe NVMe SSD 400Mbps每秒 只有PCIe 3.0X1的一半的速度 2.5G网卡 我们使用了iPad 3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7G 跑满了带宽 这些2.5G网卡没有兼用性问题 我们也测试了万兆电口的性能 我们仍然使用iPad 3来测试 万兆内网的性能 没有开矩针的情况下 单线程上下载都跑到了9G左右 而多线程下载跑到了9.4G 多线程上传跑到了超过8G 单线程能跑上9G 这是我测试过万兆的最佳成绩 我们也跑了OpenSpeed Test的测试 下载无线接近9G 这也是我测试万兆网口的最佳成绩 这台硬库R2MAX小主机 装置了低功耗i3-N305CPU 25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48W 待机最高功耗12.5W 按这个结果48W的小电源能够搞定 室温29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42度 SSD待机温度49度 单考FPU CPU100%满窄 室温33度的时候 机身噪音接近50分贝 耳边噪音只有39分贝 这充分证明了 这是一台性能强悍 散热静音完美的小主机 双万兆电口 首发装置在多网口小主机上 我们也感觉到硬库厂商的领先创新的意图 为这我们也要点一个大大的赞 硬库R2MAX虽然是R2的升级版 但它的外形设计 内部接口却有了很大的改变 变得更加精致 更有设计感 颜值更高了 可以算是目前最漂亮的多网口小主机 要说缺点 可能也要源于9条PCIe通道难分配 两个M.2PCIe要共享PCIe 3.0X1的带宽 实在是捉襟见走 总结一下 硬库R2MAX N305小主机 出厂25W的性能释放 性能表现超级强悍 散热静音都完美 双万兆电口算是首创 全功能Type-C接口也能接入PD电源 这是一台做工精致 完美散热静音 完美接口 性能强悍的低功耗软路由小主机 值得我们推荐给 对多网口小主机有高要求的玩家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